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卖喷张的梦幻情车 我们讲到在台湾的汽车市场 每年的年饭量大约是在四十多万辆 而是当中超跑的品牌销售成绩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那我们就请德哥带大家来看看 台湾人最喜欢买的超跑品牌 有哪一些呢 德哥 其实台湾人的这个实力真的很惊人 你知道 我常常会去国外试一些超跑 那试完开自己的车就开始哭 觉得我车又坏了 那有时候我就会认真在想说 其实如果你把就是买超跑当成一个人生目标 还蛮励志的 那这些就是超跑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呢 而且我觉得他们也很懂得有钱人的行销 他们很喜欢出一些限量车 对 然后那限量车你基本上呢 你要买它要配车 它不是说你有钱你要买我就卖你 就是你之前没有搞高官过吉他车 你不可能买得到 那超跑当然第一品牌就是Ferrari 而且很多朋友买Ferrari都保值 没有保值的还有赚钱的 还有真实的 是每一款的Ferrari都 它相对是最保值的 因为Ferrari呢 它等于是1947年开始 它在超跑领域呢 它有一些坚持 比如说它是F1 最历史最悠久的厂队 就是我不管会不会开车 我有一台法拉利 我就觉得我可以主宰道路了 所以就是有那种心态 而且它会给你一种相当激情 那个激情是可以有共鸣感 那法拉利呢 它最近一直成长 它已经一直在压了 很用力在压 就是叫大家尽量不要买 不是 还是希望你买 可是那个等车的期间 等很久 就好比说 最近的296GT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Ferrari出了六缸 会不会就生意不好 没有耶 同样很少人要买 而且还带电 一样是要等到两三年 真的喔 而且最近还有个 更厉害的车 叫做Polo Sango 你知道Polo Sango 我也没开到啦 因为我可能晚一点才会开到 但是神奇的是 你知道它订单几张 听说它也不接了啊 不是吗 又要重启接单 它现在已经破百了 它在重启不得了 你说在台湾是接了破百 破百 台湾接了破百 那全球听说 也要是有一些 一定的那个数额 对不对 就它不需要卖太多的 这个Polo Sango 因为它希望你买Ferrari 你还是要有一些 喜欢超跑的 不是全部都网它的 虽然它没有说它是SUV 但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嘛 你可以说它是放大版的 FF也好都可以 但是基本上就是 它有越野功能 然后它是最实用的法拉利 好 那再来就是Lamborghini Lamborghini 其实有不一样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Lamborghini的造型 都比法拉利要来得更张狂 就是你基本上开Lamborghini 你要够霸气 你坐上去 你就觉得那个气势 能够跟车厢对称 而且Lamborghini 最近的实力也越来越厉害 就是它们的产品 你会觉得说 光是大牛或是小牛 产品周期都很长 可是它在这个周期期间 它会一直进化 就像Aventado那时候SVJ 我已经觉得我不得了 这就是道路版赛车 就是你在280 300的那种速率 它还是相当的受控 那最近呢 当然又推出了Rivelto 那台湾也是等于在第一时间内发表 那除了这些车这么厉害以外 它的Uras 就是当时在三四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一车难求 然后它们等于是去年又推出 Uras的Performant跟S 所以这些车呢 还是很受就是玩家 就是顶尖玩家的喜欢 那Lamborghini它未来会出电动化 等于这时候 现在有内燃机的Lamborghini 大家更强 而且会不会保值 我相信会 肯定保值 因为未来你就是买到电动的 那它们也开始在为电动布局了 没错 然后呢 再来就是Auston Martin 大家知道对Auston Martin 是从007的电影开始 因为每个男人穿上西装 你去开法拉利或是开Lamborghini 你都会觉得怪怪的 就是那个型跟你那个样子不太适合 但是Auston Martin 已经很多年前就帮你教育好了 他就让詹姆斯庞德都是做Auston Martin 所以你就会觉得 我就是要穿西装就是开Auston Martin 那最近它的产品力 也真的变得更厉害了 因为除了他们会出一些限量版车型来拉台以外 包含我很好奇的 它有Bahara 然后它有Valkyrie 就是一些最顶级的那些超跑 那台湾都还没有 然后我之前去试它的这个DB12 我也是吓到 你说最新的DB12 对GT GT跑车可以做到 因为它借由结构 然后电控 EDIF就是电子防滑叉速器的加入 它让整台车的调性变得不一样 虽然现在没有12缸 它就是只能配8缸 可是我完全不会觉得可惜 因为那开起来还有那个声浪 那个激情点 它还是能够拦爆给你 而且我去的时候呢 偷偷跟原厂聊 因为台湾总代理 死都不会讲他们卖多少台 我就问Bahara Bahara4200万 我说这台湾没几台 然后总代理 就是原厂跟我讲 台湾超过20台 我整个吓傻 对啊 就是全球限量999 台湾有20台 这个比例来说真的蛮吓人的 比例很高 所以台湾真的是实力很坚强 那第四名呢 在版上看不到 但是它是 我觉得也很厉害的品牌 它是McNaren McNaren等于是F1参战历史的 第二油酒精 出于法拉利 而且你知道它 我试过它的P1 它就是真的就是一台 很像利曼赛车 而且那个仪式感很重 然后它最近出的 这个Artura呢 我其实觉得很棒 虽然说它用六缸 然后用这个Hybrid 可是它电池超级轻 它电池只有88公斤 然后放在你的椅背后面 所以它整个配送 其实是做得相当好 所以那个手感 它真的会有 让你觉得有在开赛车的感觉 哇 听起来真的好精彩哦 好 谢谢黄天右脚德哥 带来精彩的分享 没想到在台湾销售 TOP3的这个超级跑车 尤其是第三名的 阿斯特马亭 DB12 德哥说它已经开过了 但是这款新车 DB12同时原厂也带来了 敞风的版本 是不是带大家认识一下 阿克 对 没错 刚才德哥也有提到说 这个DB12的试驾的感受 真的让人好羡慕 就可以实际开到这台车 真的 对 不过这一次 阿斯特马亭 因为它推出在DB12 也是蛮有意义的 因为今年的正巧是阿斯特马亭 建厂110周年 然后这个DB车系 又是它推出的75周年 所以等于说今年 对于说阿斯特马亭来说 这个DB车系 可以说是它的重头系 所以说你看像在DB12 在这个本月初 其实总代理已经有 在台湾举行的发表会 然后在DB12的这个Volante 就是它的敞篷版本 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 原石摊的这个车展活动里面 有发表这台车 那这台车呢 其实基本上它动力的这个配置 跟这个COOP版本 就是跟这个DB12硬领版本 是一样的 它就是搭载这个来自这个AMG的 这个4.0升V8 抓涡轮增压引擎 然后它可以输出 680匹的最大动力 然后扭力是81.6公斤米 然后呢 它这台车的加速就是说 像这个DB12的这个硬领版本 它0到100加速是3.6秒 可是呢 因为这台敞篷车型 它的敞篷结构 通常会比这个硬领车型 就是来的再重一点 所以说它的这个 0到100加速是3.7秒 就是大概比这个硬领车型 慢了0.1秒 其实这个差距是相当小的 另外呢 就是要提到说 它的这个敞篷的结构 因为它这个敞篷 它虽然是采用 所谓这个软顶敞篷 它并不是那种硬顶敞篷 可是它这个软顶敞篷 它本身也是具备有八成的结构 所以说它这个 其实你关起来说 它这个敞篷 它是相当厚实的 不只说是隔音 或是它对于车身的 这种结构的帮助 它其实都是有实质的帮助 然后呢 就是说 因为它是这种敞篷车型的关系 所以说它在这个底盘的部分 也是有针对这个部分进行强化 所以它的这个车体的刚性 其实它是比硬顶的车型 是来得强的 它必须要这样做 因为它已经少了这个车顶的携购 所以它必须在这方面加强 这台车呢 其实它跟这个DB12的硬顶版车型 引进台湾的时间其实差不多 第一版车型预计大概是第四季左右 会在台湾就是正式的交车 那这一台呢 这个敞篷车型呢 也是大概就是第四季左右 就会引进台湾 了解 好 谢谢阿克 就让Saint Martin的DB12的敞篷呢 即将在台湾跟Savage见面之外呢 我们来看看鸿海的合作伙伴Fisker呢 它推出了旗舰的电动的跑车 而且这款电动跑车叫 叫做Roman 对不对 这款车呢 听说在台湾也可以订得到 真的假的啊 对 好 我们现在快速介绍一下 这台车所谓的 它是属于四门跑车 四门GT的Roman 它这台车其实 因为前阵子大家对Fisker的印象 应该是它的Ocean 中型的这个休旅车 开始正式交车了 那它们的接单状况非常好 那继了Ocean之后呢 它们接下来推出所谓的 新的跑车起见 它这台车可以满足 五个人一起做乘坐 好 这台车其实 它动力其实蛮强劲的 应该说强劲嘛 它马力有1000匹 那它采用三马达的设计 它目前公布零到一百加速 应该可以在两秒左右完成 好快喔 相较于外观 我觉得内装反而是 我觉得更特别 除了中间的硕大直立的 17.7寸的荧幕之外 大家注意看 它这个方向盘 方向盘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荧幕 那这荧幕呢 它没有多说 它的功能性到底是干嘛 我猜应该不是 来看影片之类的 应该可以显示一些 我的行车资讯 我觉得好不好用 其实我满好奇的 因为它看起来 会显示更多的资讯跟内容 但是你想 那荧幕都已经要做大了 还放那么小 那这样我怎么看呢 对 然后再一个重点是 厂车之所以可以这样用 所以它方向盘 它转向的磁比很小 它只要这样它手不会离开 它不会转超过300度 而且它跑的路线是比较 一定的路线 对 那你在一般司座车上面开 你可能放在场上 胖来胖去 还要回转 对 所以那我还怎么看我这个荧幕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蛮好奇 它看起来很不错 然后很有所谓的 跟赛车 跟厂车做一些连结性 但最后实际的使用性怎么样 蛮比较好奇的 那回到刚刚 观影一开始讲的 对啊 台湾可以买得到 可以定得到 对 这就是在观网上面 大家发现 因为它可以开始接受 这个线上的预定 你只要付了这个 两千块美金吧 就可以开始预定 那这部分的话 它是包含的 可以预定的国家 里面一个选项 包含台湾 那大家觉得 哇 虽然Fizik现在 可能没有听到 没有所谓的总代理 代理事实际 但它知道 美国原厂 可以开放台湾地区下定 可是问题在这边 你回到台湾之后 进了港口 打了瞌睡 关税之后 对 你要验车 对 这才是个问题 因为它毕竟不是 健康食品什么的嘛 对 是吧 对 所以这真的课题 是在后面这边 你都付完款了 然后车也帮你运过来 台湾之后 你也缴了关税之后 那你要如何去 交车领牌 这才最大的重点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可以买 可是大家记得 要想到后面 这个阶段 才是最困难的 领牌 你要过环保 你要过安归 等等 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 我还是蛮值得期待 如果台湾真的可以看到的话 很好奇那个方向盘 在荧幕上面 荧幕上面有方向盘的话 到底看起来是什么感觉 我们还是对于 神通广大的贸易商 寄予厚望 能够让我们看到 这个Faceker的招名 但是呢 其实要买到 这个电动的超跑 还真的是不容易 可是大家不要以为说 我花了千万 买一台超跑就没事了 我们来看一下 Lamborghini 这个车主 已经开了十三年 他公开了 大家的总共的花费 包括养车的成本 天哪 很吓人 是不是阿瑞斯 对啊 不要说是养超跑了 养一般的车 甚至像性能车啊 什么的 其实稍微一个损坏啊 一个维修啊什么的 其实花费的成本 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就来看看呢 刚刚关于提到的这个 有一位英国的男子呢 他手上有一台 Lamborghini Muslago 他花了十三年的这个时间 他到底花了多少的 养车费用呢 那首先呢 他这一台呢 他是一个6.2升的一个自然进气的V12引擎的一台大牛 他非常的帅气 那拥有他呢 那时候在2004年他花了23万美金 大约是700万台币的入手 那他在这13年之内呢 就开了将近41.8万的这样子的一个公里数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他其实有提到为什么他的里程数会那么高 就是因为呢 他其实平常是自己用这一台大牛来代步的 但是呢他也有提供给一些顾客来租赁 下赛道 去赛道可能体验 不管是他自己在 或者是让这些顾客呢 可以自己去体验赛道等等 所以呢一年呢大约就有90场 所以你看这13年的基本上是累积 可能也将近有上千场这样子的一个赛道 你看光是这个油钱看一下 在这个表格上面就花费了16.2万美金 然后折台币是将近500万 那他在这13年内就用了84组的轮胎 你看Toto呢就这样子花了将近300万台币 就是美金9.7万 但其实呢我一开始想说 既然是下赛道 我觉得这个基础的保养 这只是基础而已 所以其实呢这个车主有提到 它的引擎其实就有经历了非常多的 很严重的磨损 经历了三次的大修 你看这个离合器呢 也换了大约快将近十次 所以大家就算你有这个费用 可以买超跑 你可能也要去估算 你可能在这几年内 会使用到多少的里程 如果常常下赛道的话 也要考虑到一些磨耗啊 还有轮胎啊 油水等等的这个总花费 是这儿的 你过去我 再也让我 然后在这里 我记得 再让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